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下午和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 温家宝表示中德建交40年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今年对于中德关系非常重要 愿意和默克尔一道携手推动中德合作迈出新的步伐 这是默克尔就任德国总理以来的第五次访华 选择中国作为他在2012年除欧洲外的首个出访国 默克尔肩负着让中国重拾对欧元性进的重任 中国公园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欢迎仪式 之后两人长时间的进行了大小范围的两场会谈 温家宝说两人就上面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今年对于中德关系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一年 双方不仅会有频繁的高层的会晤 还将举办一系列大型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这对于中德增进互信更好的携手 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维护共同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温家宝兵表示自己将继续默克尔携手推进两国关系 我完全赞同中理女士所说的 你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作严未来 共同推动中德友好合作 迈出新的步伐 我愿意与你为此 共同做出努力 外界相信默克尔会进一步向中国的领导人解释 欧盟在欧元区进行的危机管理的新方案 应吸引中国官方和金融机构 对德国乃至整个欧元区展开投资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中国对于欧洲的援助 并不会因为默克尔的这一次访华就发生转变 具体到如何对欧实施援助 中国也需要慢慢思考 在周五上午 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会与默克尔进行会面 之后默克尔转往广州 参观当地的企业 并出席由中德工商界人士参加的经济论坛 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继续全程高规格来陪同 在默克尔上一次访华 也就是2010年7月的时候 温家宝就曾经全程陪同他 到访过西安 凤凰医事 胡林中民集 王昭成 北京报道